袁将军 朝廷购置的红衣大炮 现已全部入城 南城和西城都已安置完毕 这是 这是什么 这是 自上次锦州一战 将士们建红衣大炮 大过其余火炮 火炮炸糖之后 将士们都不敢用这东西 金同盘 虽尽力说服 却已久无果 将军 红衣大炮不比普通货炮 炮糖炮身 进阶纯铜打磨 金刚作固 断不会再有炸糖之事发生 这些下官都给将士们说了 可他们进阶不信 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 大战在即 若是在这等问题上惆怅 岂不是坏了大事吗 还有几门炮 卫上城投 三门 不用晕上来了 全部发给左营吧 可刚 通知各营营卫 让他们到左营集合 本将要亲自引炮 是 学生见过恩师 怎么 身牌刚过 就回来了 山海关的消息一到 朝廷各部接乱作一团 大理寺点了锚就散了 学生一人守在那里 也无事可做 就来看看恩师 多世之秋 人心惶惶 令人心痛啊 越是此刻 越当独善其身 万要以责任为重 以朝廷为重 这样才对得起老师的教诲 对 才对得起你那身红袍冠衣 学生谨记恩师教诲 恩师 学生有一事不明 还望恩师赐教 是不是 昨日朝堂之上 为师未曾提及 园中患独卧空城 恃守宁远之事啊 对 时局艰难 朝廷多份倚仗 便多份希望 若是皇上知道了 就不会紧紧以重 山海关的高地 而是宁远的元凶 那么 坚守宁远 便是满朝接盼之众托 若是元凶胜了 那就是重塑朝廷 拯救危局之功啊 你只看到了 功禄荣辱 近日 是举朝接盼的重拓 明日 便会变成内外的众矢之地 宁远的事 都寄托在重患身上 若是败了 罪过 也全在他一人身上 已是风口浪尖了 为师怎忍心 再往前推一把呢 皇上 这外头风大 老奴还是伺候皇上进去吧 成臣 今儿是什么日子啊 小年儿不是过了吗 为何京师 还会有人放如此美丽的烟花 皇上 您忘了 明儿个是正月二十五 天苍节 这老百姓放烟花呀 是祈求着 今年是个好收成 风调雨顺 五股风登啊 风调雨顺 朕看 是风雨飘摇吧 庄室啊 我 这次是风调雨顺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您放心 这边关哪一定是极庆无虞 二哥回来了 大哥 回来了 高大人怎么说 性不如命 高大人不请答应了 不会放一个人过山海关 还给咱们平贴了百万人吗 莽贵 祖大树 赵帅教 拜见将军 好 好啊 好 有三位将军在 何止凶兵百万 将军 还是在宁远待得痛快 回 还回什么山海关哪 就是 我等都不愿意受那份窝囊气 这新一行啊 就回来了 还有那些不怕死的兄弟 都跟过来了 多少人 三千 三千 三千哪 好啊 来 什么时辰了 灰皇上 晨中了 也不知道努尔哈赤 都打到哪里了 朕这心里呀 怕极了 今天早上 都是被梦里的马蹄声惊醒的 大军停滞前行 花太监 富汗 大军现在在哪里 禀富汗 大军一国塔山 还有一百八十里便到宁远了 昨夜怕竟然让富汗休息 所以并未禀报 说吧 据宁远西左来报 宁远并非空城 仍有一将未退 仅有七仙兵马坚守 何将 原重换 大军加速写行 是 驾 诸位将军 宁远往南 一海之隔的绝华岛 使为我宁远后背屏障 且岛上又有数万生命 万不可再世 需前一架 即刻前去 大哥 这事交给我吧 大哥 可是有一事我不明啊 这一万守军兼守 尚且捉襟见重 还要分边绝华岛 这 诺尔哈赤还能渡海不成 这绝华岛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这样吧 让 祖将军 给大家说一下 四年前的惨状 绝不能再发生 绝华岛 切不可施 上次诺尔哈赤 便是渡海通过 保不及这次他先知先觉 再渡海通过呀 到时候父辈受敌 宁远威夷 三弟 既然你敢请命 那大哥 就与你三千兵马 可敢领命 这何难 你可想清楚 放心吧 大哥 走了 咳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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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可还记得四年前 你用机涉服佐子堡 打了祖大寿 一个措手不及 以免呈旦夕便下 是啊 大约再过八十里 就到索子堡了 四倍了是担心 原重患故技重演 在索子堡设下埋伏吧 不行 为何不行 四年前守宁远时 若听将军之计 在索子堡设服 祖大寿也不会 兵败绝花岛 疑恨宁远了 大哥 我也觉得此计可行 凉水和两次设服黄太极 我们进阶得手 这次坚守宁远 设服索子堡 最差 也能打击 努尔哈赤的进攻器 给我们宁远城 减少压力 此战非必寻常 往常之事 只可以数取失 此战却万万不可 非但不能设服兵 而且 其余任何轨迹 皆不可用 如我等 有任何冒险之举 定会万劫不复 无需甚至有甚 先生为何如此肯定 此次出兵 用正不用齐 用道不用险 这个道理 袁崇焕知道 大汗也懂 所以此次南征 斯贝勒有曾见过 他问济于 谋下吗 大汗明白 我建州义军 行的是正道 罚的是无道 若想突破山海关 夺取京师 只能用正 不能用齐 更不能用险 只有这样 才能讨伐明廷 立我大军于不败之地 再加上这袁崇焕 手伤兵不过万 将不过百 所以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冒险 斯贝勒谨记 敌政则我政 敌险则我险 这袁崇焕既然不敢冒险 我军便不会游险 只要等到 大汗的七万大军 到达了宁远城下 接下来 将会是一场 硬碰硬的恶战 兄弟们 诺尔哈赤七万大军 正在赶来宁远的路上 宁远现在就是一座孤城 我们没有援军 没有退路 更没有活着走出去的希望 我原重唤不怕死 准备赴死 誓与宁远 共存亡 但我 视大家 为兄弟 我不想看到大家 和我一起受死 在你们的身后 便是南门 便是一条生路 如果现在 谁想要退出 想要走人的 还来得及 宁远 绝不会怪大家 更不会恨大家 但是有一句话 我必须跟大家说清楚 当这扇大门关上的时候 所有的人 必须全力以赴 奋勇杀敌 敢退半步者 本将 定战不饶 主持不退 仇必须全力以赴 投放人irl 仇必须全力以赴 主持不退 仇必须全力以赴 实 主持不退 仇必须全力以赴 仇必须全力以赴 其支上 依必须全力以赴 伏韩 准备得如何 大哥和三弟正在整顿兵马与自重 另外派去给明军传递书信的赤猴 也已经派出 诸位兄弟 努尔哈池七万大军即将到来 这大战即将要开始了 我精心打造的瓮城 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袁将军 我老祖有一事不明 请讲 我们花了那么多银两 修这两个羊脚有什么用处 宗将军 来 朝这儿打一拳 这 将军 这是何意啊 不要问那么多了 用力打 袁将军 那我就不客气了 来 家大人 再来 用力打 来 再来 祖将军如何 这就是我的瓮城 兄弟们看着 这两个拳头 这两个拳头 便是瓮城的两个机脚 敌军集中兵力攻来 城门首当其冲 必遭重创 以努尔哈赤和剑州女贞的勇猛 攻下城门并非难事 而如今我在城门外 加进了两道取臂 互为机脚 以为瓮城 也有三个辩论 这其一 可将攻城敌军一分为三 削弱进攻力道 其二 将接近城门的敌军 困于瓮城 可受我军四面射杀 其三 由区弊 瓮城总格 敌军进退为奸 难以施展 可将其人多势众之优势 变为劣势 太好了将军 下命点吧 好 满贵将军何在 末将在 命你摔一千五百军 镇守东门 赶退一步者 杀无射 末将领命 祖将军何在 末将在 命你摔一千五百军 镇守南门 赶退一步者 杀无射 末将领命 军上阵何在 末将在 命你摔一千五百军 镇守西门 赶退一步者 杀无射 末将领命 何可刚何在 末将在 命你摔一千五百军 镇守北门 赶退一步者 杀无射 末将领命 赵帅将何在 末将在 命你摔一千军士 作为预备队 四成照应 末将领命 本将 四居中楼 居中指挥 末将领命 富汗 我大击细作 接被原冲换斩杀 现有一封书信 传于富汗 末月城 是 公子 老大爷 哭了 老太爷 妈 妈 妈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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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起鼓 起鼓 进入战后 各自为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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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 工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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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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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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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敌人给我狠狠地盯在地上 都给老子顶住了 放手 给我狠狠地哄 开炮 不许停 开炮 破门车准备 进攻 兄弟们 敌人的破门车上来了 咱们绝不能让他们监禁城门 所有炮手注意 给我队着那辆破门车 狠狠地哄 走 赵热轿 末将在 苏带预备队 向长东南吃人 是 西叔们随本将 上 走 是 瞄准了 给老子炸了他 这 小写啊 死 大人 此时有赤猴来报 昨晚宁远被围 怕不下一日就被攻破 我下令山海关防线 紧密防护 随时准备 抵抗南下的努尔哈赤 七千对七万 就算是同住的城池 铁打的将军 怕也是抵挡不住啊 宁远 能撑多久就撑多久 但愿老天保佑 能保袁崇焕 安全撤出来 大人 袁大人死在宁远 对守在山海关的你我来说 再好不顾 大人是想 若袁崇焕的七千人马 守住了宁远 那到时候皇上那里 我们该如何交代啊 皇上必然会想 袁大人区区七千人马 便能挡住了 努尔哈赤的七万大军 可高大人那里 却将关外九成一 是七万军马 悉数撤退 到时候 窃战资敌的罪名 要是落在你我头上 那 还不得被满门抄上啊 本部院早已料到 弹劾袁崇焕抗旨不遵的折子 怕着此时早已经在魏公公手中了 宁远旦夕可下 到时候 谁也帮不了他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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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之前 若 明远城攻不破 斩 大海有令 过五十攻不破者 接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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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设计划 起床,起床! 所有弓箭手 跟我走 他奶奶的 把石头准备好 快 快 快 每一个牙口都火炮带池 把弹药给我射起啊 将军 我们的弹药不多了 我不管 先把破坑军给我炸了 是 敢打老子的南门 快 快 石将军 赵将军 袁将军派我来支援 弹药我也都带来了 好 来得正是时候 走 去把这个破门车给我炸了 走 把石头准备好 给我狠狠地打 把器剩下 来 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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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来 去 去 去 来 去 攻击处伤狗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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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奶奶的 这宁园城是铁打铜铺的不成 拱了两个时辰 连城墙根都没摸到 王古尔泰 那守南门的 便是关外第一猛将祖大寿 你可敢 与他一战 看看是本寒的拔铜鲁厉害 还是他铭亭的猛将厉害 呸 有何不敢 傅寒少安 孩儿这就 前去都战 就算是 崩了孩儿的门牙 也给傅寒 把城门咬开 好 追吧 是 大金第一拔铜鲁来也 且战者 杀 家大人 你看 二哥跟赵将军自着打呢 二哥 二哥又拼了两个 奴隶 在 我给你一刀将令 马上去检查一下弹药和弓弩的补充情况 在第二次禁锢到来之前 必须全部补充到位 不得有误 是 弟兄们 给我走 把弹药填好 文国二太 好 老子就喜欢你这儿的 我祖大兽亲自送你见阎王 α 屏充 空 什么时辰了 富汗 再有半个时辰 变到五十了 本汗说过的话 能收回吗 五十到后 本汗的马蹄 必须他在宁愿城堂 富汗 儿臣有遗迹可用 说 富汗请看 我军陷在主攻的西南方向 敌军的炮火虽然猛烈 却是调转笨重 西南城凹角处为死角 火炮定然达不到 所以只要儿臣带兵 强攻到丞下 奋力将丞相遭穿 宁远城瞬间可下 五十之前 宁远城若攻不破 如等 见斩 是 不许退 往前手 不许退 离搁 远城 就 我 我 没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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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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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辰 老奴在 什么时辰了 回皇上 再有一会儿 就到五十了 朕听说 辽东精略高地撤军之时 袁崇焕留了七千兵马 守在宁远 宁死不去 可有此事 回皇上 确有此事 而且兵部还报 说按照建州兵马行军的时辰 恐怕现在 已经和守在辽东的袁大人交兵打起来了 冤爱卿中永可家 实乃朝廷之功骨 区区七千兵马 竟敢守在宁远 挡下努尔哈赤七万大军 若是高地有此胆事 臣又何惧他努尔哈赤难卿啊 代云爱卿击退叛军 朕 要好好奖赏于他 亦要好好制止高地的罪 是 皇上 这袁大人 真是忠庸客家呀 呃 咱大明能有这样的英雄豪杰 这完全是皇上的福责 列祖列宗庇佑啊 哎呦 想起四元前 老奴 呃 极力举荐袁大人 做山海关的监军 这也算是 为皇上分忧 为朝廷建材 呵呵 老奴这心里头 也是 晾肠肠的 呃 舒舒服服的 呵呵呵 昌臣建材之举 功不可没 朕心 甚畏 待袁爱卿凯旋 朕 也要好好奖赏于你 哎呦 多谢皇上 不知宁远战事 进行得怎么样了 恩氏 有几句话 学生不知当不当讲 有话说便是 什么当讲不当讲 元兄此刻 用七千兵马 抗击建州南下七万之地 只怕是凶多鸡少 诺尔哈持起兵 为患二十多年 连战连胜 朝堂之上 竟无一将可当 眼下兵风正盛 元兄欲一己之力 扭转朝廷 节节败退之事 此心可取 然 此法却不可取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